據說,在死亡前的那一刻,周圍的一切都將會歸於直正 在戰場上,每一條鮮活的生命都可能少中即逝 他們曾經以為戰爭很快就會結束,整個世界都將會屬於他們 但六個月過去,他們卻同想像中的世界漸行漸遠 大家好,我是Movie Street 這個頻道主要會通過電影解說,和大家探討電影背後帶出的議題和啟示 同時,我又會偶爾特別講解一些歷史議題,和大家分享多些過往發生過的事 如何影響我們身處的世界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分享 想進一步支持我們的話,還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會員 優先看我們的影片,又或者選擇影片的題材 而今天,我會和大家講一下德國的戰爭電視劇 《我們的父輩》第一集 1941年的6月,納粹德溫直捐成歐洲和北非地區 波蘭,丹麥,挪威,比利時,法國,藍斯拉夫,希臘等地相繼淪陷 整個歐洲只剩下英國苦苦的資產 希特拉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進攻蘇聯 德軍士兵威廉和弟弟佛里德和家人道別 父親希望他們能夠做一些令他們光榮的事 他認為沒有什麼比德國的未來更加重要 媽媽和威廉說,要把弟弟安全地帶回來 威廉和佛里德收拾完行李就出門口 臨行前幾一晚,他們相約朋友去酒吧道別 他們有五個人,在同一條街長大 家境和性格都很不同 但最後都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夏勒特在他們最小,一直都暗戀著威廉 戰爭開打的時候,他一心想為國家服務 希望成為一個戰地護士 威廉多,他父親的一戰時期曾經是一名軍官 現在是有很出名的裁縫 但因為他們是一家猶太人 在水晶之夜那一晚,所有的一切都被粉碎 但雖然是這樣,這些都沒有影響他和女朋友 基爾塔的關係 基爾塔一直都夢想成為歌星 希望可以循迴成個歐洲歌場演出 至於威廉的弟弟佛里德,本身就是一個輸從 平時都喜歡看德國的小說 可能因為家人的關係,又或者受到國家的號召 這一次是他第一次走上戰場 最後就是德軍少偉威廉 他曾經在波蘭和法國服役 明天就會跟隨部隊進攻蘇聯 在那一晚,他們聽著澎湃的搖滾樂,一邊跳舞一邊玩 威廉說,戰爭會令到一個男人成長 但佛里德就說,戰爭同時也會將他們最壞的一面展現出來 在這裏,弱姐是不會有生存空間 正當他們跳得興起的時候 蓋世太保突然上門,只有人告發他們和猶太人聽搖滾樂 在那個年代,搖滾樂被視為墮落的黑人音樂 和猶太人走在一起,更加有損日以萬人的聲譽 這些都是不容許在德國境內發生 但秘密警察看到年輕貌名的基爾塔 只是要求第二天去到總部報道 背後的意思不言而喻 派對的中斷,佛里德和威廉決定提前出發 他們五個因約定在聖誕節回來這個地方相聚 那時的他們還是很年輕 他們以為未來都將會屬於他們 在1941年7月,德軍分成三個方向深入蘇聯福地 這次的戰爭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 德軍大舉進發,俘虜一派又一派的蘇軍 威廉和其士兵深信,戰無不勝的德軍將會取得最終勝利 士兵幻想住在莫斯科的紅牆上 品嘗著福特加和魚子將的早餐 只要佛里德沉默不語 他並不熱衷於這場戰爭和這個地方格格不入 面對小魚破竹的德軍殘餘的蘇軍仍然富裕頑抗 威廉帶著士兵清朝附近的勢力 在這個時間,德軍距離蘇聯首都莫斯科只有500公里的距離 經過一輪的審判,雙層決定處決被俘虜的蘇聯政委 威廉的上司說 這一場並不是一場普通的戰爭 他將會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 在同一個地方 夏諾特已經趕上火車到戰地醫院報道 他滿懷憧憬,並望為軍隊服務 但當夏諾特看到手術式的畫面時 他怕手術刀都掉落地 戰爭遠遠都不是他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因麥隆罩整個戰場的同時 也都無時無刻,影響著國內的猶太人 維克多的爸爸說 讓他們贏得戰爭之後,一切都會整下來 但在維克多的眼中 這一場從來都不是他們的戰爭 對納粹來說,他們根本就不是德國人 以隨著猶太人將會被送到東邊的消息傳出 維克多也想盡辦法離開德國 嘗試尋求美國大使館的庇護 同時,基爾塔去到蓋西太保總部之後 和上次見面的軍官雲淑 開展他的歌唱事業 以許,有千方百計討好軍官 希望為維克多爭取離開德國的通行政 在1941年9月19日 中央集團軍俘虜了幾十萬名蘇軍 劍子莫斯科 北方集團軍圍困蘇聯的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 南方集團軍重重包圍基輔 三路大軍不斷向前推進 但蘇軍仍然富裕頑抗 堅守每一棟房屋,每一條街道 對德國人來說 這些都只不過是巨人倒下之前最後的掙扎 但多數人仍然樂觀認為 聖誕節之前就可以回家 但這場戰爭 他跟他們想像中並不一樣 威廉的隊伍跟隨大部隊來到斯摩林斯克 黨衛軍招募大兩烏克蘭人充當附近 在當地大使搜捕游擊隊 不少平民都被他們抓住 威廉發現了之後立刻出手制止 黨衛軍軍官就說 他們並不是平民 而是猶太人 一槍就處決了一個小女孩 在很多德國人眼中 猶太人污染德國人的血統 為了得意志民族的信徵 他們有必要消滅猶太人 目睹這一切的佛里德 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打擊 他走入森林打算冷靜 卻發現地上布滿斯蟲 這場的確不是一場普通的戰爭 經過今天發生的事 佛里德已經頻繁崩潰 在晚上站光的時候 佛里德點燃刻意暴露自己的位置 陣地被蘇軍戰機狂轟濫炸 在翌日的早上 本身已經不滿佛里德的隊友 卻打到遍體淪伤 他不僅成為整個連隊的恥辱 同時成為他哥哥的婦女 剛巧的是 佛里德被送到戰地醫院之後 又下落得照顧著他 而威廉的部隊也轉移到醫院一帶 三人久別重逢 但航圈兩個又要奔赴前線 他們都依然期盼著聖誕節 能夠去柏林相見 在1941年的10月 雨季來臨 洪水令到一切陷入癱瘓 德軍的裝甲部隊沒有辦法前行 閃電戰正式宣告終結 因為佛里德精通俄文 他們問了當地的農民之後 嘗試從一片沼澤穿過森林 但卻發現周圍佈滿地雷 佛里德身邊的隊友不踩地雷 隨著一聲的舉響 隊友灰飛煙滅 威廉打算等待先頭部隊到達之後 才繼續向前 但分隊隊長說 他們根本就沒有做過過冬的準備 如果六星期之內仍然未到達莫斯科 他們就會凍死在這裡 但如果沒有先頭部隊排雷 他們又會損失三分之一的人 在這個時候 佛里德體已由農民人獄排雷 軍隊一致排開 用槍指下的農民向前走 正如當初在柏林那一晚所說 戰爭只會將他們最醜的一面展現出來 同時在後方夏諾特因為上次不能夠入手術室 在門外選了一名助手 這個助手很熟悉急救操作 但因為醫療用品經常不見 夏諾特無意中發現他猶太人的身份 轉眼間時間來到12月 三米高的積雪零下40度 德軍的裝甲部隊陷入癱瘓 進攻莫斯科計劃宣告失敗 德軍根本就沒有做好過冬的準備 每個人都在戰壕中塞塞發抖 來自西伯利亞獵人 無視無瞎都瞄準著他們 今次他們距離莫斯科只有40公里 眼前一勝利和他們擦身而過 正是蘇德兩軍激戰之際 日本偷襲珍珠港去美國宣戰 四天之後 和續深國的德國也向美國宣戰 戰場從歐洲延伸到亞太地區 美國的參戰 引入維克多意識度 是要立刻動身離開德國 他拿著基爾塔留下給他的通行證 收拾好行李就和家人道別離開 這次 父親終於承認自己錯誤 他在床上默默留下眼淚 他不敢發出一定點的聲音 當初為國家奉獻 如今卻被國家遺忘 維克多去到女友家 放下了最後禮物 留下了字條交託去好好照顧他的父母 正在臨行前夕 維克多突然被秘密警察帶走 原來軍軍並沒有打算履行承諾 直接將維克多送到東邊的集中營 但基爾塔卻毫不知情 在後方的戰地醫院 哈諾德的猶太人助手被軍人強行帶走 猶太人的命運似乎已經一早注定 在戰場上的兩兄弟 在一片荒謬之地過著聖誕節 曾經他們五個人 在柏林許下約定都已經落空 在第二天的早上 弗里德被派到外面送餐 但三個小時之後仍然未見他的身影 得如其內在炮火星打破寧靜 士兵立即進入作戰狀態 弗里德從樹林中穿梭並跑向陣地 他身後的 卻一排又一排在蘇軍 弗里德隨即應聲倒地 威廉一聲令下 所有士兵去蘇軍開火 曾經他們有五個人 整個世界都擺在他們眼前 但六個月已經過去 他們卻和想像中的世界漸行漸遠 戰爭當前 他們五個人的命運又將會如何呢 輪到國際磯 我被吵判了 少年 貓 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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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